歡迎陳雷 哈囉 之前大家看到IGLIVE 在鏡頭 雷子很聰明地坐在這裡 但為何她又在走來 又在走來 我們究竟山河主持在跟她說什麼呢 這個人真的很棒 她上台的時候很帥氣 做時裝很型格 但她平時就很順順順順順 非常務實的 我又弄髒了這些東西 現在鏡頭開了 變回很有樣 我們要很帥氣的陳雷 首先不笑的 你好 姐姐你好 陳雷 歡迎 在陳雷的創作生涯中 或者在她的歌曲中 都走型格路線 很少談情說愛 很少情歌 最多都是身宿治癒的愛 但那首基本上不可以說有對象的愛情歌 是她對於愛的態度 這次出了這首0.1秒後的世界 突然間做什麼 轉路向 我們是不是要調整一下環境和氣氛 進入感情世界 是不是想進入公開你的 是 一個全新的冷革的世界 是一個純粹自我挑戰 因為我交的demo已經類似是一個人的路程 這樣的demo 我原本想做一首 好像很適合自己去旅行聽一首很爽的 很適合公路開車的歌 我寫這個demo當時沒有遲的時候 就已經打算給編曲監製拳拳去做 然後跟拳拳說 我說打算寫一個人的公路旅程 說完我又心虛 我覺得我很多這些 就是一個人的出走 對 然後我又補多句 其實兩個人都不是說不行的 你選吧 我就這樣說 其實我都可以寫兩個人浪漫的 就像一趟私奔旅程 然後拳拳就很快回覆我 他說如果讓我選我會選二 他說因為你都沒有什麼浪漫的歌 不如試一下 其實是我做了很多功課才寫的 我看了很多電影 找到周圍問朋友 因為我本身都是一個 我覺得我不算很浪漫的人 他看動漫多 我看動漫多 我是看浪漫的 找愛情劇來看 持續都還在看動漫 但有沒有事先問朋友 最近有什麼愛情戲介紹 對 選對 或者有什麼經典的 當然有介紹《末路狂花》 很適合 說公路開車 也是《末路狂花》兩個女生 雖然她們其實是友情 但我覺得她們到最終那一刻 她們有Kiss 那個Kiss其實是我們要抱著一起死 有一刻 她們不是愛到要死 她們要逃亡 但這部電影也給了很多靈感 所以其實你剛剛所說 加上這個MV 可能《末路狂花》是 Tribble了很多 對 啟發了你很多 還有我就想 如果要寫兩個人公路的旅程 還有我的歌曲的感覺 都是很豁達 很灑脫的 兩個人 我為什麼要寫一趟私奔呢 我就幻想 應該是一段很艱難的 很不容易 或很不被看好的一段感情 我才要去到 私奔 要走 即是大家反對 這樣就離開你們 所以就變成 其實我覺得我在樂筆寫這首歌曲的歌詞之前 我才有更多的畫面 所以這次的MV 其實我自己也有參與很多的想法 平時那些是 你作主吧 但這次我原本 連開頭 可能我都說 那個intro一入 我想這樣 最終是沒有採用 我是很贊成現在導演這個選擇 始終我都不是這麼影像的人 反而想知道 你給了什麼approach 你給了什麼approach 一定要這樣做 我有跟導演說 我就說 你覺得 因為我就想享受我開車的那一方 其實我原本寫這首歌 都想自肥 我一個人的road trip 其實我都是想 公司 我寫這首歌 香港沒有這麼遼闊的地方拍 我可不可以去哪裡拍 都是打算自己開車 上次不反玫瑰 他已經借電器再去東歐一次 我都發覺 其實我都用了 有些MV是覺得 沒有需要MV 或者他歌詞比較重要的東西 其實我們都做了歌詞版的MV 我就想 我都賺到一些quota 即是儲了一些quota 拉上補下的概念 我之前沒有用到你們的預算 現在不可以放在這首歌上 我不是每一隻都拍的 所以我每次都是開車的那一方 我跟導演說 如果我開車我帶一個男生 即是他坐副架 他可以對我做多少事呢 即是一個男生 通常是男生開車的 通常是男生 最多睡覺到女生開車 其實我是想滿足 我都開的 我不用太多戲 你拿著軚盤 我最多給兩下表情 所以就說還是女生 如果是女生 我開車就好像比較合理 所以是這樣慢慢延伸到 有這個MV 難怪我們收到封 當日洪嘉豪先生是有cast過這個角色 我懷疑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 Sorry 你不對 我不想要那個男生坐我旁邊 他自己也是一輛黑玻璃的司機 可能他和我還不習慣乘客 這個我知道 在你這個MV未曝光 歌曲推出之前 阿芝是上來做訪問的 我們在外面之後就開始聊天 他就說那時候還沒去拍 還是他在cast 去了拍 其實下星期阿豹就有首歌要拍 那首歌是我去了蒙古拍MV 他都很興奮 他就爆了這些東西 但是他接著是說 都不明白為什麼我要cast 他以為是參與casting 有幾個選擇 是怎樣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就想到真的要找個女生 還有其實我也覺得要有Kiss的鏡頭 因為我把這首歌寫得這麼浪漫 如果我MV連親都不敢親我 怎樣對得住這份歌詞 我們原本想到還想有個畫面 因為他始終有一句是要跟你瘋癲末底線 我就想過不如有那些真是全裸或裸背 兩個女生可能在荒野跑 我是想有這個畫面 我是不介意為藝術而犧牲 但我們最終沒有這樣做 是因為真的太冷 然後我就說其實我們這麼冷 穿這麼小衣服那一刻都已經很瘋癲 很抹底線 然後我就說導演不如我們不要這樣做 因為他死了 他自己收起來 明顯是自己想出來的 如果他溫度暖一點 我都可以有這個畫面 真的太冷了 因為IG還有人問蒙古會不會太熱 但看他們很冷很冷 其實是在沙漠那邊 而且是在樹林 是啊 他不是沙漠那邊 而且日夜溫差很大 所以下午有一些我還可以穿短袖衣服 他也有17度左右 但他一太陽下山只剩下幾度 零度 所以就沒有畫面了 所以就加Kiss的畫面了 Kiss一向都有 我一向都有 所以其實我去選角的時候 我反而想選一個是 我一開始是在髮型方面想的 短頭髮 我找個長頭髮 但最終真的有Cast過幾個女生 發覺顯得我很Man 但那時候Casting我已經穿著一條裙子 其實我也很女生 想女性化一點 對 我不想太Man 然後公司就說 還是試試找Gigi 我原本的心裡是覺得 會不會又是Gigi呢 找她去Cast的時候 好像我們畫面上的網絡是最搭配的 所以是真的需要Casting 才確認到Gigi Casting那一刻做過什麼呢 大家都很熟悉 整班幫你們拿著機 Cast那班人都是公司的人 其實真的會當作玩 也不是的 都是認真Cast的 做過什麼 也有給一些劇情 譬如有放過上網 洪家豪要做的 其實Gigi也要做的 完全一樣的情景 對 在車旁 沒錯 真的要做一些甜蜜的行為 你有沒有想過找洪家豪扮女生做呢 其實是零的 其實她是做得很好 她很快已經是 哇 這些當然是脫了鞋 怎樣 放雙腳斜出去 她是做到一個很自由奔放的 是呀 公路感覺 是呀 她真的有 純粹是愛於我們想選擇女生 她輸了性別 還有劇情需要 就算我要找一個男生 我都不會找她親愛的 嘩 好公開 你不要拍這麼熟 無緣無故這樣太怪了 我提議 可以 華立高層也想想想 出一個男生版本給洪家豪 加另一個男生做多一次這首歌 這樣可以 不會是我和家豪 我分同公司 可能她和康聰 我都會想看 但不會是我和她 最後去拍攝的時候 大家真的拿了很多片段 或者導演任你們在樹林奔跑 任你們做還是怎樣 其實也不是 不是的 也有很多 因為我就是一個 他們形容我 是超級直男的 馬甩的 他們如果不是給建議 有個畫面 大家手指指 這些都是要導演說的 原本是大家指著聲聲 然後指著一下 大家手指指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嘟 嘟嘟嘟嘟 那怎麼辦 導演和張曼芝馬上反白眼 總之說要拘捕Gigi 沒有來再疼她 都是導演知道的 對 我是沒有這些 超級 超級 他們形容我 是超級直男 超級浪漫的 所以會不會解答到 不少朋友都問 為何MV劇情中 要遮住阿芝的眼睛才疼 因為我想是那個唯美的感覺 因為其實 其實 而且我覺得 那一刻 他可以 你可以更加代入他 是一個任何人 就是疼那個 可以不是我 可以不是他 而你更加可以專注在 那個劇情 而不是說 陳雷疼了張曼芝 而不是這樣 我自己的解讀是 所以其實是 而且我自己覺得 真的浪漫一點 你也有人提議 這首歌可以做一個少女版 就是洪家豪開車 你坐在副駕那裡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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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積東西就可以 不是 他可以載我 不是 我們現實經常發生 不過各一各發生 有時他都會載我 我又會說 為何你不播歌 他會聽引擎的聲音 然後就完結了 很難跟他同車 好了 大家不用太多幻想 真的沒有太多幻想 好了 如果 剛才一直 我們大家一起聽著 整首歌的創作 都感覺到陳雷 原來對他來說 寫這麼甜蜜的東西 或者浪漫的東西 是這麼困難的 我就想問私底下的你 如果十分是滿分 你覺得自己浪漫是佔多少分 我覺得有五分 都合格 一半 是 因為這一半可能是我認為的浪漫 可能對方會覺得我零分 你看我平時說話 我個人又比較理性 我是那些又不喜歡驚喜 所以我都不會 我不喜歡驚喜 但我都會製造驚喜給別人 還有我是偏向那些 送禮物最好又談好 不要浪費 實際型 我很實際的 不要浪費 不要亂送 所以我也不會亂送我自己斟職的東西 給對方 給對方 因為我又不知道他喜不喜歡 又不知道他大不大 如果他想 我穿帽子 他會自己說 不需要 我不需要猜 那他的浪漫程度沒有五分 沒有五分 對不起 但我也是很實際的 我覺得我的浪漫是 我煮一頓飯給你 我很累的時候 我都願意煮飯給你吃 或者一些家頭細母 或者是 我的浪漫是 我都會試過 晚上在街上沒什麼人 就說 不如我們一起扮喪屍 我覺得很浪漫 這個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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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也好一點 好煩 但有個男生可能真的很喜歡這些 不用煩我 不用猜他 因為很多男性朋友 就會向女朋友 哎呀我又說 你猜他想吃什麼 你不要煩 你明明是喜歡吃那樣東西 你不要讓我猜 我沒有這些 我從來都不會在吃東西方面 扭扭靈靈 我都是很直率的人 那經過了這次 明年會不會集中寫情歌 還是不再寫 我覺得不排除 因為我真的自己看 其實我很多類型都有寫 社會議題 自己的態度 自己的態度 自己的經歷 怎樣跌倒 站起來 怎樣不被看好 我都要堅持下去 追夢啊 我都寫過很多這類型 就是欠缺很多關於感情 未必是愛情 感情 親情 友情 我覺得這些話題其實我是少的 我自己作為一個詞曲創作人 我當然希望我的事不要重複 多樣化一點 我都是希望可以令到 例如如果一首鼓勵大家的歌 我會有一首繁星 我不想刻意去寫一首 一模一樣 類似的 不想有個2.0 會不會是 下次失戀 我也想在陳雷的歌單 找到一首陪我失戀的歌 對 就好像有一首 我想和你好好的 所以就不要重複了 還有可能我真的 不是很厲害 好像一些專業填詞人 把一個很細微的東西 變成黑玻璃 對 對 我經常覺得很厲害 就變成黑玻璃 下一個目標 如果歌迷們寬天喜地 我終於戀愛了 究竟在陳雷的歌單 可以找哪首歌陪伴自己 和慶賀呢 我會重新再寫 因為暫時沒有 對 就是這個方向2025 對 大家要浪費了 我們今天很詳盡的訪問 對 對 《戚餐樂壇》 繼續陪你熱鬧樂壇 直到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下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到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 看來 看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